去年海溃台风造成193沿线部落农田淹水 许多稻农因此血本无归 而主人也无奈地提到 每次出菌都是治标不治本 导致泥沙堵住出水口 最后引发汽水倒灌 水田变成水池的窘境 为了解决淹水问题 华联县议会召集相关单位进行会商 讨论解决方案 主人则把握机会 表达轩声 我书人这边也有 街市大水也是被流走的 都是没有说过 人家出国还不在那外道 踩着人转了 人家不在那外道 今天是不是听长官讲话 是要听我们讲的话 要给他们打路才可以 你肃静还是把那个西江堆在那边 堆得越高 影响也越大 所以我们旁边的这个水田造成这个水患 没有办法排水 所以希望长官能够 考虑我们这些东西 根据统计 玉里镇河东地区出估每年约有700公顷的水道会遭遇水患 导致泡水 损失金额上看1000多万元 目前也提出多项的方案试图解决 或许交油花幸福农业处来研拟计划 我们这个搜索团那边整体的调整 用公共建设的方式 让土方可以做移动 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单纯 如果说单纯走田土的规定 那可能会有困难 然后会有过去的那个管理的程序会很复杂 方案有两个 一个就是把农田垫高 那能够解决他的这个水患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堤防能够设闸门 让我们的那个 搜索团溪的河水不会倒灌 无论哪一个方式 我们现在就是折成我们的农业处 整个来主折这个所有的问题 议员林玉芬强调 后续会到议会提案组成专案小组 整合意见协调相关单位着手处理 现阶段则请第九河川分属 把所有会流到搜索团溪的区域排水沟 形形疏通 而未来是否能够解决淹水 保障倒座收成 也考验工部门的行政智慧 云泽西闻杂到Beats 华林玉里 采访报道